诶诶诶 大家好,我是嘴哥 喜欢折腾电脑桌面壁纸的朋友都知道 Steam上有一款叫Wallpaper Engine的壁纸软件 堪称是业界最强 因为它具有一定的交互性 可以让你的壁纸,尤其是动态壁纸,可玩性更高 但是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 它是一款收费软件 今天,嘴哥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开源的免费的壁纸软件 同样具有很好的交互性和可玩性 替代Wallpaper Engine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重点是,它竟然是免费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展示 记得顺便点赞支持我哦 这款软件的名字叫Livety 我们首先需要到GitHub上面下载它的安装包 我们直接选择这一个195兆的这一个EXE后续的这个文档 就是它的一个安装文件 点击可以直接进行下载 这里等待它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安装了 因为我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我这里直接双击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的效果 如果不是第一次安装的话 打开之后它会隐藏到这个桌面的这个快捷菜单 我们需要在这里双击 然后打开 这就回到了这个软件的主界面 软件的话是自己预设了12个动态壁纸 可以供我们选择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软件自带的这些壁纸的效果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这是一个海上夕阳的一个动态壁纸 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栩栩如生 海平面也可以看出来 下面是按钮涌动 好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种光云烟雾的这种效果 我们鼠标是有一个交互性 你看我们鼠标往哪里移动 它就会往哪个方向 呈现出一种推出去的一种彩色的一种光云的烟雾效果 非常的有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就像满天的这个文字组成的流星 往下面流的这种效果 好后面几个我们快速过一下 这是一个水母 并且这个水母我们可以点击 它可以变换方向 第五个这是一个比较奇幻的一个3D的一个壁子 一个3D空间的一个效果 这个元素周期表 可以看到我们鼠标点到哪一个元素周期表 它这个图标就会放大 并且这上面还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点到哪一块分区 哪一块分区就会高亮显示 这是一个玻璃上的一个水珠的效果 外面是一片雪山 这个水滴的效果是非常的逼真 这是一个抽象派的动态壁子 这一个中间这里显示的是月份和日期和时间 这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效果 这也是一个抽象的效果 好基本上都给大家简单的过了一下 这块软件自带的这个动态桌面的效果 下面我们看一下怎么添加壁子 我们点击左边这一个加号 我们可以选择电脑上我们已经下载好的图片 或者是动态图片 或者是视频 我们设成一个电脑的桌面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我提前下载好的 我们直接把它设为一个我们电脑的桌面 这里描述和作者和网站这里 我们可填可不填 这里我就直接不用填 我直接点击 OK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设成我电脑上的这一张照片了 下面说到我们的重点功能了 看一下怎么把我们网页上面的视频 给设置成动态壁子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网页 这里我找一个B站的网页 这是一个跳舞的视频 好我们就使用这个跳舞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复制它的这个网子 然后粘贴到这里 好我们Counter加V快捷键进行一个粘贴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向右的箭头 好这里显示已经开始处理 稍微等待一下处理好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OK这里直接点击 好处理的还是很快的 这里由于它默认是有音频效果的 所以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下面的设置 然后点击音频 可以把这个音量调整为0 然后这个桌面壁子就不会有这个声音 这样就成了一个动态的一个视频的桌面壁子 每天看着自己桌面上的壁子都是一个漂亮女生在跳舞的话 心情都会好很多 毕竟美好的事物 人人都向往 大家也可以尝试着自己找一些不同种类的视频 不仅限于这个跳舞的视频 我们可以把它设为一个我们桌面的动态的一个壁子 下面再说一下这块软件还有一个很牛的功能 由于它是具有交互性的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些网页游戏设为我们的桌面壁子 并且我们可以实时的玩这个网页游戏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贪吃蛇的网页游戏 我们先看一下它在网页打开是这一种效果 它是一款实时的在线的游戏 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把它设为我们的桌面壁子 并且可以实时的玩耍 同样我们首先把这个网页复制下来 同样点击这里添加壁子 好然后我们把刚刚复制的网页给粘贴上去 这里使用快捷键Counter加V 好这里点击向右的这个图标 直接点击好 OK这个加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已经加载好了 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有时候我们添加这种网页游戏的话 第一次添加可能没办法设为桌面壁子 我们重启一下这款软件 第二次就可以正常的把它启用为我们的桌面壁子了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现在这个网页游戏已经设为我们的桌面壁子了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Play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玩这款游戏了 哇这几条蛇好大 可以看到现在我的鼠标是在控制这一条贪吃蛇的 OK我挂了 所以说这一款壁子软件不但可以用来设置漂亮的壁子 还可以用来工作时摸鱼 像这样我们把这样的网页游戏设为壁子的话 别人做梦也想不到你竟然在用桌面壁子玩游戏 当然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不但是可以使用鼠标控制 这里我们点击设置 点击壁子 这里交互的模式我们不单单只是可以用鼠标 同时我们可以改为键盘 用键盘模式的话 我们平时玩一些需要鼠标操作的网页游戏 就会更加的方便 当然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尽量在工作完成的前提下进行摸鱼 对于某一些朋友来说 还是那句话 只要胆子大 8小时都是价 最后嘴哥再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 无论你用哪一款软件 使用这些比较炫酷的桌面壁子 都是会占用一定的GPU的 嘴哥这里实测 这些壁子软件对CPU的占用率非常的低 一般只有百分之几 但是对GPU的占用率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一般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所以说建议尤其是显卡不太好的朋友 可以不用使用这些特别炫酷的壁子 不然的话 如果你开的这个程序过多的话 可能会造成你电脑的一个卡顿 当然对于电脑配置比较好的朋友来说 开一个这样的壁子软件还是一个小case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嘴哥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同时也希望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嘴哥现阶段十分需要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